字幕志愿者 在第一时间 最快的时间 收到我们所有的讯息 还有名牌 好 在今天台北股市 休息了 真的要休息了吗 在量缩的情况之下 其实大家是非常紧张 而且非常胆怯的 会不会电子主流 真的要换人做了 要换传产做了 这个时候 我手上的股票要卖掉 换传产吗 等会给您答案 先来介绍 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 王燕亮 大家好 资认分析师 连前文 阿伯塞 大家好 大家好 要请到 财经专家 来宣战 憲哥 大家好 欧姆头部总监 蔡明璋 大家好 要请到财经所 助理教授 谢陈彦 大家好 我们稍后会为您 视讯连线 台新头顾副总 黄文青副总 好 不过节目开始 我要带您来关心 刚也谈到 主流换人做了吗 难道现在主流 要换传产吗 难道电子先锋部队 从过去的双低 从过去的双雄 改而变红海了吗 红海在今天表现非常强势 最主要是红海有一个利多消息 要结盟国具 启动 大拉货 如果没有业绩 干嘛大拉货 如果没有订单 干嘛大拉货 所以市场立刻给予掌声 所以红海在今天动了 特别是红海的下一个 瞄准什么产业呢 刘洋伟说了 他说量子运算 未来三年就是关键 二十岁以下的都应该要懂 刘洋伟是现在红海的董事长 他说量子将会创造台湾 下一个半导体奇迹 那么到底红海在下一个半导体奇迹 目前做了什么样的布局呢 前夜 这绝对是一个上警罚条的概念 也就是说 现在红海整个团队 包括次集团 是不能有这种 这个都要上警罚条 你不可以松懈 为什么 因为他现在要求次集团 都要把你需要的这个货料 清单全部列出来 为什么 我们要赶快盘算 我要赶快拉货 所以他这一次 这个国具的这个专案计划 要跟国具 还有国具旗下的 包括奇迪星 包括凯美来合作 就是要扩大拉货 所有的这个包括被动元件 电感电容这些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 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 这个敏感点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们预计 2021年 红海包括光手机就上一支了 还有你要去想 包括电动车 包括伺服器 还有整个所有所运用到的 包括这个笔电这些 你知道要多少的被动元件 如果我现在不先把物料 全部都瞧好 跟国具之间的结盟先弄好 到时候没有料怎么办 那我们请陈夜报 我们来看一下股价 对 所以实际上我们上个礼拜 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也有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红海 那现在延续这个趋势 你看今天相对来讲 电子股相对比较弱的情况下 红海却是很强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它的K线 大家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说真的 上个礼拜的这一个红K棒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 这只是一个开始 当然因为这个太 这个涨太多 当时涨了6% 这几天就是一直在震荡整理 震荡整理 但是下面我们可以换一下 换投信 好我们来换投信 对 那等一下看到投信的 这个买盘以后 你就会吓到了 为什么 原来投信现在发现说 该买的都买了 原来忘了红海 所以最近就进来狂谱 狂谱货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端 那当然除了红海以外 我们也看一下国具 看一下国具 因为两个结盟 说真的这两个应该都是有利的 绝对不会 双赢 不会说只有这个红海好 你看国具的限图 持续的上攻 而且最近的量 也不断的稳定的增加 所以我认为这两个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开端 好所以这是红海集团 在金股价的表现 但刘安伟也特别谈到 下一个战场在量子电脑 而且据说红海 已经开始布局了 陈妍 对 其实讲到这个量子电脑 如果量子电脑出来 实际上什么比特币挖矿 这个都不用看了 那它是真正所谓的 新人工智慧的概念 我先讲一下 因为台湾其实是第七个 有这个IBM量子电脑中心的一个地方 我讲一个很有趣的 就是台大的这个量子电脑研究中心 它到就大概目前为止一年 有三个研究员 就这样子这么久的时间 就三个研究员 好 量子电脑研究中心 只有三个研究员 对 因为说真的 全世界50亿人里面 只有1万个人 50亿里面 只有1万个人 懂得操作量子电脑 所以这个人才是很缺乏的 好 那也好不容易 你看成立了一年 也培养了 就马上被挖走 其中一个被日本材料中心的公司挖走 400万年薪 我觉得就一个博士后来讲 他本来一个月零五六万 现在开出来400万 OK啦 走了 然后呢 就去了日本 好 三个就去了一个日本 对 然后另外一个呢 中原大学现在也要启动 量子这个中心的培养的学程 他要推动 要有一个负责人 也被挖走 也被挖走 对 现在就剩一个在那边努力 当然 现在的这个主任 叫做张庆瑞 其实鸿海想挖他 但是 连主任也被挖走 那这个 当然 如果是我挖主任 我成立这个公司 未来 鸿海的这个量子研究中心 不得了 但是他没有走 他没有走 还好 不然我们台大量子 因为这个人 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 因为实际上在2017年 他就开始在思考 怎么样跟IBM合作 还好他当时找上这个陈志强 这个是谁 这个是纽约华生研究中心的负责人 可是当时他快退休了 所以他趁他退休前 他还有这个能力去帮助他们 能不能赶快把这个合约定下来 还好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这样子 跟他谈还好真的跟IBM签下了这个合约 所以才有今天台大跟IBM量子中心的合作 真的不容易 对 其实他在退休之前帮了台湾一把 对 没有错 那当然鸿海除了 当然他虽然没有挖成功 但是未来应该跟台大会有更多更多 这方面的一个合作 所以张庆月应该会跟鸿海合作 没错 合作 当然就不是跟他合开公司 那除了这样我们其实在看 现阶段美国的微洲厂被誉为 这个也是被川普说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那这个其他的 因为他这个厂有SMT的 这一个整条线的一个生产技术 所以其实跟Google合作的可能性 非常非常高 也就是说未来鸿海有可能跟Google 合作量子电脑 那因为我们要去想 现在是先做伺服器 对 所以将来不排除会在微洲厂跟Google 做量子电脑 对 我觉得合作的可能性很高 那因为讲到 当然你讲量子电脑 就去年这个十月 Google就发表了玄陵木 这个量子电脑 那这个量子电脑 它的运算的速度非常非常快 超级电脑已经很厉害 对不对 但是它可以花200秒 去完成超级电脑要花多久 一万年才能完成的 超级电脑一万年 它花200秒才能完成 所以实际上Google说 这个是 因为我们在讲 我们的航空飞行 就想到莱特兄弟 就是1903年的莱特兄弟 对不对 他说量子电脑 就等同于这个时刻 就是一个 整个人类在电脑发展过程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 所以它是一个革命性的转变 革命性 那这个革命性的转变 Google当然是先去 对 没错 刚刚谈到玄陵木 但我看到报纸 我们来看一下报纸怎么写 报纸说 中国的量子电脑九张 在12月份也才刚问事 刚问事 计算能力比玄陵木快百亿倍 那九张比玄陵木还厉害 当然我先讲一下这个九张 因为玄陵木整个运算 要在零下270度 可是这个九张 大部分的运算 在室温可以完成 这个已经很夸张了 对不对 好 再来 它180秒的 就是它180秒可以运算是 相当于我们刚才讲的超级电脑 是20亿年 所以这很可怕 这等于是 玄陵木的100亿倍 而且有一个更夸张的 就是说现在 我们刚才讲的玄陵木 它只有在短跑的时候 就短快速运算 可以赢超级电脑 但是九张号称 短跑 长跑 都可以赢超级电脑 不管你是短期的运算 还是长期的运算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这个九张后面的团队 我的想法应该都是 有一点年纪 很厉害 在这个领域很有成就的一些 学者或这种教授级的 科学家 对 科学家 结果不是 既然都是90后 你知道最年轻的 才23岁 23岁 而且几乎 是不是就是画面上就位 我们看到右上角 这个邓宇昊 23岁 他曾经也到UCLA 去参加研究 而且还获奖 九张背后团队 都是90后 而且他这一批 我跟阿关讲 刻意栽培 因为几乎全部都是从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少年团的这个学院出来的 少年班 这个学院出来的 所以全 因为我刚才还上网看了一下 因为好歹我也是念到 博士 所以我上网看了一下他的论文 我都看不懂 基本上都是走量子研究的 邓宇昊还受邀参加诺贝尔奖的 第70届 第70届 德国领导诺贝尔奖 因为太长我看一下 德国领导诺贝尔奖 获得者大会 但刘安伟说 量子电脑将来20岁以下的都得动 换句话也就是说量子电脑 会在我们生活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对 我们的生活会被改变吗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现在用Google的地图 Google Map Google Map 我们已经觉得很厉害了 比如说我现在要到哪里 他就告诉我一条路线 可是假设有一千台车子 同时间Google Map按下去 这一千台车子走的路线会一样 当然一样 Google Map会告诉你 什么路线最近 对 我们已经觉得这个很不得了 假设有一千辆车 从我们东森电视台台北火车站出发 要往世贸展览馆 这一千辆车都没有想都是同一条路线 所以就塞车了 我简单讲一个观念 就这一千台车可能走的路线都不太一样 它可以分散 而且不断的在计算 因为当大家都走同一个路线 这路线就塞车了 对 所以甚至我们在讲 为什么比特币这些就没有 所以他可能会叫A车走A路线 叫B车走B路线 对 然后因为它量子电脑的密码的运算 就更强大了 包括甚至它的所谓的量子雷达 以后用量子电脑所做出来的雷达 你连隐形战机都躲不掉 因为它可以很快的去计算 你可能在哪里 你应该在哪里 我曾经看过一个报道 说上一次的美国总统大选 其实量子电脑早就算出川普会赢 希拉罕会输 那据说这一次也算出拜登会赢 川普会输 对 其实它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所以川普没有用量子电脑算一下 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量子电脑要取得计算还不容易 那量子电脑到底台湾有多少机会 哪些个股有机会呢 我们先看一下广达 2382 虽然它今天的股价表现不怎么样 因为它并没有搭上红海或国具的这个议题 但是确实广达花了非常多的精力 投入在量子电脑这个区块的研究 所以未来长期我觉得可以特别注意一下 广达在这个区块的发展 那当然回来讲我们刚才讲的ASIC的部分 其中大家如果有印象 第一个就是创意 第一个就是创意 那因为未来ASIC的晶片的一个需求量会非常大 那当然今天的股价的表现并没有非常的惊人 但我要跟各位讲量子电脑的一个议题 它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氛围 所以未来这项创意如果有比较明显的修正 到这个红K或这个红K附近 我觉得可以追踪 另外一个是智源 我们也看一下智源 智源也是今天的表现就不错了 智源今天的表现最主要是它的获利跟本益比来看 其实这个压回是有这个进场的一个空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四星K1 那四星K1呢 其实过去一段时间我们在讲比特币啊 什么就会谈到它 所以其实量子电脑的概念跟这个很像 所以最近的这个相关的股票如果有压回 其实应该要特别留意一下它未来的发展 但是这是长线的选股方向 我们也来谈谈短线 那短线这个盘真的要休息了吗 我们来看一下 在今天几个重要的重点是 第一 电子全职股修兵了 所以很多人在问现在主流换传产了吗 第二 平盖三王在今天只剩下红海独称大局 第三个重点是 三纳法人在今天站在卖方卖超了57.67亿 所以这个行情要休息了吗 应良 我觉得目前这个行情可能会稍微休息一下 因为主要说台积电这个礼拜四 它要做一个除息的动作 所以我个人认为说 在台积电除息之前 这个行情应该是比较偏向震荡 但大家可以去观察 如果说它还是维持在月线之上的话 那这个震荡休息之后 它还会有机会再继续往上创新高 那我个人认为台积电秒填息的机率是比较大的 为什么 因为你看过去这个 过去的除全息的记录来看 这个过去五次里面 大概两天之内完成除息的 大概就占了三次 大概六成左右 这一次我觉得台积电目前状况也很好 因为它三奈米下午最新的消息 它说已经有机会在今年第一季通过认证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利多支撑 然后我认为休息过后还会再涨的原因 在于说这个盘 道琼指数它还没有完全走完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道琼指数 目前大家看起来好像涨很多 三万点很害怕 可是还有没有注意到 在这个成分股里面 你看三个族群 一个叫做能源股 艾克森美孚的它基期低不低 还在相对的低档区 然后你再看一下这个所谓的观光概念股 对不对 波音的部分 波音的位阶也相对的低 这都是道琼的成分股 再来你看到金融股 摩根大通 位阶都还是相对的低档区 所以美股我认为还有活种 所以美股只要不跌的情况之下 台北股市休息过后 后面还会有机会 所以你仍然看多 我仍然看多 刚刚你特别谈到了台积电 我想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非常关心台积电 台积电到底能不能参加出席 我们也来问问大家的意见 认为可以参与台积电出席的 请举圈 我们看到 波音斯在说不行 音量认为可以 蔡总认为可以 可是陈妍跟憲哥不赞成 憲哥为什么不赞成 今天如果不是台积电尾盘偷拉 其实今天台积电一开盘 就跌得蛮深的 那我认为台积电在500多块 这边配个两块半 那没什么拿不起 所以不应该去参加 但是人家它是寄计配 寄计配 我知道寄计配 反正我这一次错过 我下一次再来买也可以 那你现在两块半500多块 那碰就没了 而且搞不好 这一次天洗的时间 会拉得蛮长的 好 来 陈妍呢 刚才憲哥讲得非常重要 两块半我乘以40块 我马上算了一下 其实才2%而已 如果真的要你还不如 职率不够高 不够高 如果真的要出完全息 再来就好了 好 来 蔡总 我觉得假如持有超过一年的话 是可以的 长线是可以的 对对对 但是假如几个月的话 就要斟酌了 那最主要我觉得台积电 未来应该还有一个低点 同样的问你 我们也为您请教 台新头顾副总 黄文青副总 副总你好 谢谢主持人观众大家好 好 副总 观众很关心 到底能不能参与台积电出席 您在法人圈 我们想听听法人的看法 我想以台积电来说的话 虽然我认为说 它的填席的时间会比较长 但是长线来说 一定有办法填席的 因为这家公司在明年的成长性 我们还是非常看好 所以包括像是法人 大部位的法人 像是授钱 工股机构 我相信都是逢低会逐步的承接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投资人不需要去预设立场 就是你有办法在短期的价差 去抓得到 这个其实不容易的 那但是副总 对不起我打个叉 那是除 如果要买台积电 那是除全之前买好呢 除息之前买好呢 还是除息之后买好 对 当然是除息之前 你可以记得 除息之前 这个息值 对 除息前 因为你买这个去参与除息 而且他每季配一次 去赚这个席子 同时间又可以赚他的价差 虽然他的席子看起来 职力不是很诱人 不是很诱人 但你还是认为可以买 对 那因为这个月是法人 有些人要结账 有些人要作账 不管是结账还是作账 这个月大家比较担心法人的卖押 所以行情是不是在短线上要休息了 确实你看今天的成交量就下滑了 很明显的看得到 就外置这边休息 对 然后第二个 那次的部分 我相信也会开始退场 尤其投信的部 今年的绩效不错 我到最后这个阶段 其实结账的压力 会比作账的压力来的大 原的账账 我们觉得说到元月份 也就是说明年的这个年初的时候 大家开始又做梦行情 或者这些上市归公司 开始展开所谓的年度的展望 那个时候 大家开始预期 明年的景气不错的时候 会开始重启涨势 所以短线上要稍微休息了 是 那主流有没有可能转换 我们等会再来听您的看法 请您持续保持在线上 我们来听一下 在个股的部分 来我们先听蔡总怎么看 我觉得今天跌在了台积电 因为扣掉台积电大盘 其实涨18点 那国民企又讲 台积电现在两个理由 让它明年 这个5nm的产能利用力100% 是错误的疫情 第一个 iPhone 12 Pro CIS 就影像感测器缺货 那第二个就是明年iPhone 13 它会正常的时间推出 所以就不需要囤那么多的 iPhone 12的A14晶片 所以国民企的疫情 再来李洋证券 你请看一下李洋证券的报告 他说 苹果的砍单开始了 那他的这个认为就是库存的调整 台积电5nm第四季 我们现在这一季是100%满载 那明年第一季的话会降到80% 第二季的话降到80%以下 所以台积电应该未来股价会做一个修正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是今年第三季 台积电各个制程 在营收的占比 现在主要的制程是在7nm 占了35% 5nm占了8% 但是大家会问 一旦挑股头 5nm占8% 产能利用力从100%变到80% 你把它当股价调整的理由 我们来看一下历史的经验 我们看台积电的股价 19年最低点206.5 落在什么 第一季 那今年 最低点235.5 也落在第一季 为什么台积电的股性是这样 他的获利EPS是看 以现在来讲 看7nm 因为占营收35% 但股价的想象空间 是看5nm 为什么 更先进的制程 那过两年你就看3nm 所以当他的这个主要的 最主要的制程 是在一个淡季的话 股价就低点 所以明年第一季 乃至于第二季 5nm的产能利用力下滑的时候 股价失去想象空间 那即便EPS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我们预计 它明年低点也会落在低际 那既然会落在 所以要买台积电不那么着急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来讲 所有的金盐代工 可能在未来的几个礼拜 通通都被结账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 金元双雄除了台积电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联电 更明显的 联电虽然今天涨 但是你看它的K线 它来到了50块以上 其实这个地方有一定的压力 为什么 台积电的5nm 都产能利用下滑 现在的联电 它早已经不发展12nm以下了 所以它现在是8寸金眼的产能95% 我告诉大家 大家做超跑的股价都跌 你做国民车的股票 也应该要修正 再过来我们讲一档好不好 6770的那个利基电 那如果台积电是做超跑 联电是做国民车 那利基电是做摩托车吗 我也不晓得它做什么车 但是这里面 这里面讲的最乐观的 就是利基电 它甚至黄冲冷对外讲 到2022年金眼代工都是满载 好我们来看它第一天挂牌 股价最高来到84 今天收46 你知道这样跌多少 跌45% 已经快要腰转了 跌45% 当然我说也有可能还是回80 经过一段时间 你从现在的价位回到80 我提醒观众要涨80% 所以我想很多买到利基电 观众朋友心里的OSD是 这个黄冲冷最要求 大家买他的告票就是这样 那个还登在媒体的头版 2022年之前金眼代工满载 利基电的时候 很多人想象嘛 现在 他说得这么好 我去买之后 买第一天最高 现在流流流流出一半 我要提醒大家 公司派一定讲紧细 但是有一句话 他一定不会讲 我们的股价已经有没有反应了 好 公司派当然会讲好 但是公司派有比较诚实的 也有比较不诚实的 好 那我们回来看 除了双雄之外 其实在上周的主流是在双低 今天有个消息是旭孝子跳电 我要来问蔡一总 旭孝子跳电对双低的影响 怎么看 这个是日本的一个玻璃机板大厂 叫日本电器销子 它是全球第三大的玻璃机板 第一大就是我们常讲美国的康林 所以它第三大 那第三大的话 它突然这个锅里的熔炉内受损 停电长达五小时 所以他们估计过了一个月以后 大概相当于一座八点五代厂的面板的产能就没有了 那需要四个月到明年第一季才全部都恢复 那现在我们知道面板的族群 公息比有点小小的紧张 那现在本来你看启动IC 电影管理IC都缺货了 然后再告诉你说 连玻璃机板都缺货了 结果友达群装说好 那缺货我就出不了货 反而把面板的供给怎么样 减少 爆价大涨 对爆价大涨 而且公息更为紧张 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消息传出来 哇 我们先看全创好不好 全创来 全创在今天涨势非常凌厉 73万张的大量 73万张 一度触及涨停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K线 创下波段新高 但是魔鬼藏在细节里面 今天我们看一下外资 外资的这个筹码 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 他认错 因为他最近有调解 今天就回头大买了七万张 这样的话 你要不要相信他 好像打一点折扣 为什么 我们看投信 一样是群创看投信 投信就做对 你看他最近都买 对不对 所以要看投信 那外资浪只回头 但是其实明天重点不在群创 重点在友达 我们来看2409 为什么你知道 我跟各位报告 群创比较强 对 但是明天的局面会改观 就说看友达 友达本来领先 后来群创落后了两三块以后 群创才追赶 但是今年我们把它算一下 第四季面板双虎都大算 但友达一整年度 油盔转零大概零点三 一片零点三 群创还不见得会油盔转零 就在那个边缘 所以你看现在的15.2 跟刚才群创14.2差几块 差一块的时候 应该买进友达 差两三块以上 买进群创 所以现在应该买友达 对 所以你可以看 投信就较聰 你看投信友达的持股 群创他 投信今天买群创买4万多张 顺便友达也买一万多张 顺便 你看这几天 你可以看这几天 其实他没有买什么友达 今天发现 差一块而已 买一点友达 这样的操作是比较聪明的 伊娜怎么看个股 其实刚刚很多人讲到说 金元代工双雄 股价开始要做修正 那我也觉得会修正 那可是呢 他的修正并没有办法去改变说 目前金元代工 还是很缺货的问题 他们只是说因为涨太多了 所以这两档股价稍微做修正 台积电修正 连电也做修正 可是呢 目前整个金元代工呢 他还是缺货 这个联发哥董事长讲了 金元代工缺货难解 那就代表说 接下来还有很多的晶片 未来呢 是缺货的 所以呢 你就可以注意到 其实呢 盘变上 有两股票叫496月天域 你可以注意到近期的股价走势 非常非常凌厉 已经涨了117% 那他做什么的 就是面板驱动IC 跟电源管理IC 这两个呢 都是目前晶片 最缺最缺的 他刚刚好都有 所以他股价涨得最凶 那我认为 我的悬股逻辑是这样子 我们要从标股里面 去找到未来有机会的标股 你看到当天域这样狂飙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找到 他上涨的逻辑 对 上涨的逻辑 逻辑就是说 因为金元代工现在很缺 所以晶片未来一定还是缺的 所以缺的情况之下 你看天域涨上来之后呢 他把陈燕哥之前讲过的通家 你看也把它带上来的 最近也涨了连续 涨了三天 你们那上节目都会去记别人 到底讲什么 因为这样我特别有兴趣 因为他讲什么 印象特别深刻 那他也是做什么 电源管理IC的 所以我觉得未来选股方向 近期来讲 有两个方向可以注意 第一个 就是说我们去找同族群 需求转强的IC题材概念股 第二个就是找说 跟天域标展有关的 相关领域的概念股 我们从这个方向做出发 就可以找到 未来有机会的股票 那我们看一下 现在晶片里面还有什么很缺 还有一个叫做智慧电表 智慧电表呢 今年年底之前 我们要赚大概100万户 然后2024年之前 要赚300万户 可是这个计划呢 有机会提前一年达标 所以你会发现 有一家公司叫做 6233的旺九 他是做什么 智慧电表IC 最近今年的股价 已经涨了多少254% 然后另外呢 他还是联发科 唯一认证的3D陀螺仪的厂商 所以他最近股价很飙 那我们往相同题材去找 其实还有一家公司呢 也是做智慧电表的 这个叫做8040的九阳 第三季已经开始 油亏转盈 稍微赚点钱了 那前三季看来还是赔 但第三季已经出现转正 那他除了有智慧电表题材之外呢 还有什么 联发科的蓝牙晶片合作厂商 也是找他来做 那另外呢 网通设备的晶片呢 明年开始我觉得 会有非常非常大的转机 因为呢 网通产业2021年 将迎向新的这个5G建设 所以包括所谓的路由器的IC 这个收发器的IC 晶片的部分呢 他都用得到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现在很多股价 已经涨很高了 这种 今天涨停板 对 可是你看他最近 你又注意到 他的基息来讲还是很低的 然后我们看他K线形态 然后下面你帮我看外资的买卖超 好 我们来看九阳今天是尾盘吉拉 对 吉拉 我们先看盘中走势 这看起来是有人在作假 对 从日K线的角度来看呢 然后下面我看他 九阳在身边出现了 长红K棒 对 然后帮我看外资的买卖超 你会发现 外资 外资在这个过程里面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一直在买 一直在买 所以我觉得 虽然说肩涨停板 可是你把信息拉圆来看 那明年再去买会不会追高啊 我觉得如果外资敢在 因为你如果里面去买 差不多也是外资的成本 因为外资这边买很多 对 而且重点是什么 它基起还是相对低的 所以你看很多IC设计概念股 已经涨上去 可是它还没涨到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逻辑呢 我说要找跟天域有关的 相关领域的 那找谁呢 你会发现天域为什么那么强 就是我们刚刚有讨论到 就说鸿海集团 因为它有夏浦还有群壮 你相关的面板 里面所有的面板驱动IC 都要找它拿 所以它就涨上来了 所以它有出海口吗 它有出海口 那还有谁可以留意呢 我觉得还有一家公司叫6156的松上 它虽然不是IC设计的 但是它的TV的电池元件 全球市占率高达1% 其实很多家都在做 它到1%是算很厉害的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重点在哪里 戴正午是夏浦的执行长 你会发现这家公司 它的大股东里面 竟然有两个人 一个叫做戴宇军 一个叫戴宇南 看起来很像兄弟 对不对 是 它跟戴正午什么关系 这两个都是它的儿子 所以你可以去想象一下 未来如果鸿海 它去发展所谓的电动车 还有这个未来电视 8K电视 东京奥运要用8K电视 所以如果这样子做的话 它会把这些领主件的单 下给谁 除了它需要天狱的面板 驱动IC之外 相关的领主件 我觉得这家公司 未来也是会有机会 那我们也来看一下它的K线 6156的松上 我们先来看它的盘中走势 它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尾盘几乎要拉到涨停板 我们来看日K线 同样出现了长虹K棒 不同的是它的量是缩的 对 而且你会发现到 这几天涨上来之后 这边好像有人找到把它卖掉 可是今天突然之间又转强了 然后你看它位阶基起来讲 这个高点还没过 所以我觉得现在 相对比较低 相对比较低 现在就大概去找那种 相对比较低的 我觉得会比较安全一点 好 但是刚刚谈的都是电子骨 传产再接冒出头了 传产会是一月行情吗 有机会成为主流吗 我们持续为你连线 文庆副总 副总你好 是 好 副总 传产有机会取代电子骨 成为短波段的主流吗 应该这么说 我们觉得是搭配电子骨 搭配的 是 所谓搭配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年来说的话 半导体是最重要的主流 到明年 那明年来说 会有更多的一个生力军加入 包括像是传产这一块 以现阶段的长龙跟阳瓶来看的话 它几乎可以说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价格 上面获利的成长的 这样的一个幅度 那当然这也基于说 过去看到一些产能这边有一些所谓的供需的调整 尤其是在这个所谓的货柜联盟这边对于秩序上的一个调整 那其实某些程度上也是告诉你说 这样的一个策略已经成功了 未来明年一定会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继续运作下去 以这样来看的话 明年的一个阳明这边的一个 长龙这边的获利成长性都被受大家关注 所以刘一长龙和阳明 好 谢谢黄文青副总接受我们的视讯联系 回到新闻面带您来关心 在今天有一则蛮有意思的新闻是 想不到苹果要跟高通分手 所以有人说苹果有了英特尔经验之后 他现在觉得不如我自己做比较好赚 又省钱 效能又高 所以在英特尔经验之后 现在外传苹果要跟高通分手 苹果要打造自己的数据晶片 苹果真的要跟高通分手了吗 对 因为苹果这次推的M1晶片大发音一彩 所以苹果非常的兴奋 准备在2022年跟英特尔的几代切断之后 现在开始在研究 就是蜂巢式的一个网络 之前跟英特尔买了10亿元的 Modern的一个所谓的数据机的部门 准备研究数据机晶片 脱离所谓高通的制服 所以在上个礼拜六早上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像高通跌个7% 那另外像跟那个所谓的数据 就有一点关系了 PA公益放大剂 像SkyWars或是Cobo的话 大概都跌4% 无线晶片的Procom的话也跌 所以原则上这个效应的话 使得这些股票跌幅还蛮多的 好 那我们就回来看 苹果要甩开高通 因为刚刚阿文塞说 M1晶片太强了 对 这个经验让他很有自信 对 所以他将来有可能 不只甩开高通 连射频晶片也要自己做 对 阿公我问你 我推出一个东西 结果我的成本大价 我如果用Intel 我要花32亿美金 我自己发展的M1的晶片 我只要花7亿美金 我省了25亿美金 换算新材费700多亿 对苹果来讲省700多亿 所以我自己发展不是很棒 我自己可以发展 我为什么自己不发展 我去买别人的干什么 对不对 好 那你看看我自己发展 那我们看那个社会来做一个公平 好 我们请安兔兔来 好分 我来比一下 我们请安兔兔来 安兔兔说 好 你的M1我帮你测试看看 跑出来分数多少 111万分 111万分分9243分 9243分 好 那我说 我用你高通对不对 你高通 这个888现在出来 还没有测试 你用之前的叫865plus 请问你的分数是多少 65万分 差那么多 我自己设计的 我如果用Intel 我自己设计的 我可以省25亿美金 我跟你高通比的话 我是跑111万分 你只跑65万分 我自己设计的 比你专业厂还好 请问一下 我为什么不自己设计自己生产 我为什么要跟你高通买 但是阿文猜 要自己设计成本比较低 那也要有材料 我们台译说有材料 这可以 难道高通的技术 那么容易被取代吗 对 你看 以iPhone 12的成本来算 你看S4台积电 5奈米对不对 40块钱美金 正常 色品的话 因为太多东西了 所以原则上44.5 面板70块 这个都正常 记忆体 低润跟快闪记忆体 32美元 这都正常 但是这个东西叫数据晶片 就是高通做的这个晶片 数据晶片是什么 我要上网 我要下载APP 我要打电话 这以前 如果我看iPhone的成本 这个都是15块 20块钱美金 那为什么我今天用你高通 我会增加到58.5 因为我跟你和解 你想想看 我买你的东西的话 4G以前一只手机的话 要赢你7.5美金 我现在是5G多频 要13块钱美金 而且重点是我的总成本 373块美金的话 我有5%我要给你高通 这样合起来的话 大概30几块 加上我本来的某店只有20块 我既然付58.5 情而以堪 我当然是不愿用你高通的 一个20块的东西 我既然要付58.5 我当然是要自行设计 但是我们来看图的部分 一个影片的部分 你会发现就是说 其实没那么简单 你虽然买了Intel的 所谓的10亿美金的 一个Modern的部门 你看 这个是高通的S888 你看这个是一个遥控的 一个遥控车 用S888的话 那个延迟力的话是零 两个在跑的过程里面 你可以发现那个土地的话 是很不稳的 但是那个车子是很稳 不会一下子往外面摔 或是转弯的话 现在连跳跃的话 你会发现它的稳定度 都是非常高 所以你如果用S888 高通的晶片的话 连爬都爬得稳稳的爬上去 两个的车子的话 几乎是零延迟力的话 到达中场 你可以发现S888 高通的晶片的话 真的水准还是蛮高的 所以它就是有这个技术 有这个工程 它才能够跟它 售58.5美金 对 其实以前买都是20几块 就是我要收你的权利金 而且我是你的成本 我要收5% 所以你可以发现 高通的话就暴利 所以原则上的话 不甘愿 我自己要去设计 但是说真的 真的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虽然很不容易 但是外界传言纷纷 高通的股价也跌了 甚至于在今天新闻 我们再回到新闻 据说文贸有可能 包下苹果射频元件的代工之外 连它的 我们再回到刚刚的CG 连刚刚本来交给高通 做的数据及晶片 文贸也有可能代工 对 就是要代工这些东西 包括F或是怎样 因为这些就不给 这个所谓的中间的厂商去做了 直接给这些厂商去代工 像文贸做代工 那我们看下一页的部分 那你看这个文贸 其实这个盘中图形的部分 就是说一开盘的话 开很高 但是为什么就说 怎么开高走低 那我们再看 刚才那个 RF射频眼见的一个东西 那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因为这个文贸的话 一开始开高的话 它花了850亿 它现在的业产能是4.1万片 它要扩大到14万片到15万片 如果没有本事 如果没有订单 它敢这样做吗 不敢 所以原则上的话 大家认为应该 它能够拿到订单 那我们再看刚才 那为什么股价开高走低呢 对 那我们刚才讲 这个盘中图形的一个部分的话 为什么开高走低的话 因为大家认为就是说 这只是一个新闻 说真的 苹果要做Modem的晶片的话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所以这个新闻的话 不是那么快 因为这个苹果跟高通 有定一个6年的合约 一定要用高通的数据机的晶片 所以原则上 这个要去做一个突破的话 可能真的还要打光丝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个事情 所以高通虽然股价 一定要这个新闻 就给吓趴了 但想想 我们是有定合约的 不是你不要我就可以不要我 你要跟我离婚 也要把赡养费给涨好 对不对 没有讲好 你还可以不要我吗 那阿光我可以再讲一个吗 大家都说 他讲的都有涨 我们来看我们上个礼拜三也有讲 我们看5299节力 我们来追踪一下 我们说MOSFET的概念股 对不对 我们看K线图的一个部分 上礼拜又涨了 对不对 那阿文赛是在哪里讲的 对礼拜三 然后这个是礼拜四 礼拜五礼拜一 对对对 所以再创新高了 所以阿文赛也要 关注我追踪一下 他在上周推荐的个股 好另外一起 重大事件是 伪创的罢工事件 而且不仅只是罢工 已经演变成暴动 什么原因呢 伪创印度厂竟然惊传 工人暴动罢工 因为抗争者很怒 他们说薪资只有一个月 191块 新台币 观众别用起 新台币 所以不可思议 伪创在印度厂的工人的薪水 竟然一个月只有191块吗 所以印度厂发生了大暴动 那大暴动之后 大家就担心了 第一个担心什么呢 苹果的单会不会掉 因为印度暴动惊动了 大头子 当然是苹果了 伪创有可能会被Apple盯上吗 会认为它是血汗工厂吗 第二个 到底这个罢工损失多少 外界传有10亿这么多 对 那我们来看影片 这员工变成报名之后 整个冲进去工厂 然后遇到玻璃就砸 然后所有的设备 几乎办公室的设备 全部都是砸 甚至连外面 你看在砸 连外面的汽车 全部都翻倒了 甚至想要把外面的汽车都烧掉 所以这一次的罢工 看起来真的是触目惊心 当然从这个罢工里面 很多的业界人认为说 其实里面疑点重重 那第一个疑点 之初有名 就是因为你伪创 苛扣了我们的工资 我们来看 那本来他们员工讲说 你跟我讲 我读工程系的人 是8030台币一个月 结果后来又往下调到6116 最近又调了一次 调到4587 那如果不是工程系的 从3000多块当初的答应的条件 竟然有人只有领到一个月 191块 那这样的话 伪创真的是血汗 这太可恶了 对不对 所以但是你想想看 伪创在印度有三个厂 如果都这样的话 那三个厂通通罢工通烧了 怎么可能只有烧这个 今年才刚刚成立的厂 那伪创出来讲说 没有没有 那些工人不是我自己请的 我是透过印度五家的仲介 那这五家仲介里面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现在还在查 我认为应该有 为什么 会不会是仲介给人家苛扣 应该有 因为今年有疫情 有疫情 找工作很难 那这个时候 我苛扣你是正当的 所以 所以我认为伪创 这一次是 另外 我们来看第二个可能 就是说 它会不会是假罢工的一个名义 它要来勒索伪创 这个以前常常有 因为听说印度厂里面 从那个总经理到最后的班长 他们都连从一气 然后他们都勾结外人 所谓的外人可能是你敌对的那个厂商 也可能是当地的官员 然后来勒索你 那另外 有时候他们里面的弊案 被查到以后 干脆假装暴动 然后把所有文件一把火把它烧掉了 那这样再来来勒索你外资 那你伪创在这边 你已经投资下去了 头卸下去了 我叫你拿出多少 你就要拿出多少 第三个疑点就是说 伪创会不会切一十六 都没拜地基金到土地公 没拜土地公 对啊 去印度也要拜土地公吗 因为他认为伪创在十一年 已经到印度十一年了 他说我直接电话 可以打到莫迪的办公室 所以印度那么大 你对这个省这个县这个事 你当地你都不用拜吗 你要拜码头吗 对 听说 因为我们也没有到那边 听说伪创那些人 因为印度实在太热了 而且我已经在这么久了 我投资我这么好 从来很少参与当地的活动 那会不会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回头来看一下 印度的所谓的贪污文化 官你看过吴玉探长 看过猪油仔在收钱 人家印度是很有制度的 所有的贪污都有明文规定 比如说阿官你只要街头 你要摆个摊子 很简单 一年交420块就没事了 那如果说一般来讲 所以贿赂还明码实价 这样比较公平 还有价格比好 当然 那如果说阿官你是一个小官员 你要从乡下调到城市 一万八千块卢布 那台币是6884 6884 那另外你如果说你想要你开车 不要抄你的单 一年差不多买230块 你就有一个通行证 我就不抄你的单 这么好 当然 那所以印度有51%的人说 他们都行贿过 你知道莫迪在2016年 他把那个500块跟1000块的 那个货币取消掉 他说让你们这些放在家里的钱 乖乖的给我滚出来 结果你知道印度人反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现在就好好 我就只要高级 我就有生意要做 你把他抄一个 我都去盯来 你知道吗 我就去找另外一个猪油仔 我这想老百姓 如果每一年只要花230块新台币 就不会被开红单的话 那你突然说不能行贿 要抓 那老百姓会觉得不要 对啊 这样比较好 对啊 这样比较好 对啊 这样大家都好说话 我们来看两个影片 有一个14岁的南海在卖鸡蛋 结果警察过来以后说 很简单 你到旁边去 不然你够100块 38块而已 管理会每天38块 他就没了 结果整个碳位都给他砸掉了 假的 另外 连印度的学生 他们交易水准真的很高 学生考卷今天考得不好 考卷夹100块的卢币 38块给教授 掏票夹在考卷里 你不要过阮南 过柬埔塞海关 我要放在护照里 10块的美金 意思是同样 老师也是人 你以为老师不用吃饭 对不对 所以这样的话 你可以得高分 如果59到61 不是很简单2分钟而已 对吧 所以印度的行贿文化猖獗 所以到底伪创这一次的 公然罢工暴动 是不是因为没有打通 地方政府关节 所以让地方官员 放任暴动越烧越大 所以疑点重重 但是我想观众朋友 更关心的是股价 因为股价在今天一开盘 就中错之后 发现好像没那么严重 又往上拉 到底伪创的损失有多大 这才是大家关心的 好 那目前预估 差不多16.7亿的台币 其实不多 因为他们一般都有保险 对不对 这第一个 但是问题是目前停工在调查 后来还会继续扩大 还有你要用多少钱去 那些安抚这个目前来讲不知道 还有会不会掉单 对 第二个一定掉单 为什么 因为对苹果来讲 如果学那个伪创被人家贴上血汗工厂 那我就先把你单抽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那个是今年的新工厂2000个工人 未来会到1万个工人 目前来讲那个单子不大 那我干脆就直接丢给洪海去做就好了 你暂时等到你整个厘清以后再来 所以这个我认为它一定会掉单 所以伪创它现在的损失 其实对伪创来讲不是很大 但是对所有台湾 目前在印度的我们来看 这么多的一个厂商大家吓死 因为印度暴动频传 你记得上次那个越南那一包杀抢 台湾140加损失多少 140亿台币 那不是青菜公公的 那是要跟人家吓死 所以大家会怕你知道吗 你以后说我们来来 你迫去印度 我不要去 好 我现在跟你说 我不要去 大家没人要去 不然这样再两杯 是不是 再三杯 对这公司来讲大家很烦恼 所以今天对所有在印度有关 以后要到印度投资的 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另外 那大家一边看 然后我们来 大家耶 对 这里 我们来 我知道 一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